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正在成为高管门不愿前往的地区 新的美国对华芯片工具出口限制措施即将最终确定 腾波名里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金牌 连胜记录延续至130场 五角大楼正在开发人工智能 以协助印太和其他指挥部 台湾调查四家被指控帮助中国华为的公司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正在成为高管门不愿前往的地区 华尔街日报 外国高管对前往中国的担忧日益增加 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被禁止离开该国 这种担忧源于中国最近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这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加拿大逮捕中国科技公司 华为高管的报复行动 高管们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中国与其所在国家之间 政治争端的牺牲品 导致被拘留或限制离开中国的能力 这种担忧可能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产生影响 因为高管们可能因为担心卷入这些政治紧张局势 而不愿前往中国 新的美国对华芯片工具出口限制措施 即将最终确定 南华早报 据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最后确定一项更新规定 限制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 预计这项更新将加强限制 并关闭2022年10月首次公布的规定中的漏洞 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 因为之前的规定已经激怒了北京 预计这项更新规定将与另一项限制出口 用于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的规定同时发布 美国商务部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滕波明里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金牌 连胜记录延续至130场 日本时报 日本摔跤选手滕波明继续他的连胜记录 赢得了亚洲运动会女子53公斤级别的比赛 这次胜利将他的连胜记录延长到了130场 滕波在三场比赛中全胜 并且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另外两名日本女选手 殷景和吉本林美奈 也在各自的级别中获得了金牌 五角大楼正在开发人工智能 以协助印太和其他指挥部 日本时报 国防部正在加快开发人工智能AI工具 以供美国印太地区指挥官约翰 阿奎利诺上将使用 他主要关注来自中国的威胁 副国防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表示 AI可以帮助阿奎利诺上将解决他最担心的问题 五角大楼正在积极开发AI应用程序 以供他的指挥使用 希克斯认为 对手们认识到美国军队在指挥和控制方面的实力 而AI可以进一步增强这种能力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排放水是一个科学 情感和外交问题 南华早报 由于日本计划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排放到太平洋 日本议员在安排访问中国方面面临困难 中国对此决定做出回应 禁止进口日本的海鲜和水产品 台湾和韩国也对此举提出批评 担心海鲜受到污染和环境受损 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 预计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存在 台风小犬在造成台湾一人死亡后 正朝着中国南部和香港进发 多轮多星报 台风小犬在造成台湾一人死亡后 正朝着中国南部和香港前进 该台风在穿越南海时减弱 并预计将于周日转向西南方向 香港目前正经历大雨 广东省部分地区的渡轮服务已暂停 在台湾 该风暴造成一人死亡和300多人受伤 台风小犬带来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快的风速 最高阵风达到342.7公里每小时 212.9英里每小时 香港股市因为房地产放松政策的猜测 和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压注而大幅上涨 南华早报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 制造业扩张 香港股市连续第二天上涨 这增加了人们对政府将实施进一步政策刺激 以促进复苏的乐观情绪 恒生指数上涨了1.7% 本周跌幅缩小至约2%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了解到 越来越多的外国高管 对前往中国的担忧日益增加 因为他们担心 可能会被禁止离开该国 这种担忧 源于中国最近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这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加拿大逮捕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高管的报复行动 这种担忧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 可能会产生影响 因为高管们可能因为担心卷入政治纷争 而不愿前往中国 嗯 毕竟谁都不想被当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吧 接下来 我们从南华早报得知 美国即将最终确定 新的对华芯片工具出口限制措施 这项措施将限制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 并且预计将加强限制 并关闭之前规定中的漏洞 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 因为之前的规定已经激怒了北京 不过 美国商务部对此事拒绝发表评论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在体育界 日本摔跤选手腾波明 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金牌 连胜记录延续至130场 腾波在比赛中全胜 并且没有丢到任何分数 真是厉害 同时 另外两名日本女选手也获得了金牌 这位日本队增添了荣誉 而在军事领域 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开发人工智能工具 以协助印太和其他指挥部 这对美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增强指挥和控制的能力 不过 对手们也并非坐以待毙 他们也在不断发展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未来的战争 可能真的是智能与智能的较量了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调查行动 台湾政府已对四家被指 与中国被美国制裁的华为有关联的公司展开调查 这些公司可能面临高达2500万新台币的罚款 不过 这些公司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政府还将发布更严格的关于关键技术的规定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这也是台湾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另外 我们有关福岛核电站的报道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日本计划将处理过的废水排放到太平洋 引发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批评 担心海鲜受到污染和环境受损 中国甚至禁止进口日本的海鲜和水产品 这也让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台风小犬的消息 这个台风在造成台湾艺人死亡后 正朝着中国南部和香港前进 台风在穿越南海时减弱 并预计将于周日转向西南方向 香港目前正在经历大雨 渡轮服务已暂停 希望大家都能做好防范措施 保持安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